你不如你 贵君近日战事多多 帮不上忙 就不添乱了 哪有让客人 徒步贵家的道理呀 来 把行李退上车 是 韩总之 我们走刘家岭 你们走的是 往刘家岭的路 主随客变 我们还能改了 你的行走路线不成吗 好吧 把行李搬上车 是 金先生 这个箱子要轻放啊 好嘞 金先生 也请你上车吧 韩小姐不送送我们 我就此别过了 金先生 此次来延安 虽然只是寥寥数日 但我能够感觉得到 一下子离开 你心中似乎有些不舍呀 我听说 不过延安还有个名字 叫 福尸 福尸的意思就是 福柔恩施 这里边有一个传说 佛祖西加摩尼的曾孙 施皮 选中了延安城东北的 清凉山 为修行地 有一天 施皮看到一只老鹰在追捕一只鸽子 他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鸽子 把他藏在自己的袈裟里 饿坏了的老鹰 眼看着倒嘴的肥肉就这么没了 不甘心地在施皮头上来回盘旋 并且发出凄厉的叫声 施皮看到这只鹰的确是饿坏了 于是 就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来 吃了他的肉的老鹰有了生气 而他却因为流血过多死了 舍身忘死 救众生苦 是的 金先生 你不是说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如果你还记得我 我还能想起你 那就是一种缘分吗 其实啊 你记不记得我不重要 关键是 你一定不会忘记延安 服尸 这就是延安 这里 不太习惯了 一层永远 啥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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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快点 帅 白色的眼 两个世间不认留 谁将一切改变 郑耀仙就这样离开了延安 像多年前离开他的母亲 共产党人舍生忘死扑渡众生 即使是冷血的人 一旦来到这里 他周身的血液也会沸腾起来 浮湿就是延安 鬼子溜已经走了 啥 刚走 怎么把他留下 谁也不想把他留下 那 就这么让他走了 怎么可能让他顺承当当走呢 那大鱼呢 老常已经准备好了浦渔的网了 能不能撑过这副药 就看鬼子溜 不是九条命的猫了 可他还没完成任务 他回去怎么交差呀 你说错了 他离城宫只有一步之遥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如果你是鬼子溜 你会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 什么样的地点界限呢 那在哪儿不行啊 咱总不能他去茅房也跟他进去吧 没准他跟那条大鱼就在茅房里接了头 你刚接手这个工作还不熟悉 这个职业讲究的是稳准狠 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要成功了 鬼子溜是什么人物 真老毛比猴子都精 这次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没有动 不代表他就放弃了行动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个时候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时机 你想他能放弃吗 你是说他会将职机选择离开边区的时候 怪不得他这几天装得这么老实 几脚都踢不出个闷屁来 等的就是这几个小时 可他会选择在什么地点呢 那肯定是刘嘉岭啊 这个地方一旦打起来 国民党部队会马上过来增援 那个裴华南简直就是他亲儿子 对他太好了 干咱们这行没个三头六臂 是真干不了啊 别人想的什么你全都猜着了 没白管你叫一声巾帼大英雄 佩服 我根本没你说得那么神 所谓百秘一书 也有我想不到的地方 就说这一次 我总有一种预感 我觉得什么地方出差错了 但我想不通到底是哪儿 我觉得你是有点太过小心了 警卫班都跟着老常带队 老常可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了 他配合吴婉军 那叫乔迈地里抓王八 一抓一个主 咱就等着吃糖送肉吧 老常的确是值得信赖的同志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这条大鱼极有可能藏在警卫班 警卫班 这条大鱼极的鱼极 又是鱼极的敌人 我在哪儿呢 那种警卫班 那是几十七八公斤 我去警卫班 你自己就去警卫班 我去警卫班 你不要去警卫班 你从警卫班 你自己会去警卫班 你自己会去警卫班 你不去警卫班 你自己会去警卫班 我才去警卫班 律班员 谁能听我的 请你们的余站长来接电话 我在这儿等 是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程国华同志 让他一定要联系到前沿部队 务必赶在鬼子溜他们 离开边区之前将他们扣留 包括警卫班一个都不许拉 现在就去 是 快点 好 过了这片雷区 再过一段非军事缓冲地带 就是国民党的驻军了 裴华南你们都是老鼠人了 我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了 这雷区 我们来的时候可还没有呢 你们不跟国军办交接手续 我所能做到的 就是安全地护送你们过雷区 你选个制高点 密切观察对面国军的情况 是 季先生 我先走一趟 确保万无一失 多谢了 可恶 感谢了 下次更多 lers 以至终力更多 累后 inations 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先生 过了前面飞行军事缓冲地带 就是国军的地盘了 你们过来吧 来了 军事缓军事缓军事缓军 宋军千里总有一别 金先生 就到这儿吧 祝你们一路顺丰 什么时候欢迎你们再来延安 看白王女 有情物 你妈跟我来 我特务 走 战长官 你们先走 后面的贡军交给我 你是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他都已经死了 就没有必要再糟蹋他的尸体 他该死 他是该死 可是你要再不走 也会跟他一样 放心 可放心 先生是干州人 不 我是江西余都人 余都 我去过 那是十二年前 而且我记得 于都有一个南平茶叶铺 掌柜的姓马 恐怕你那都是老皇帝了 马掌柜的盘了茶叶铺 如今的掌柜姓金 专售大鸿铺 这样 真差 就像我现在过的事 真难熬 快 都跟上 你是影子 这里有绝密情报 好 你拿好了 赶快走 一块儿走 再登哥 谁也跑不了 能跑多快 跑多快 能跑多远 跑多远 俺不是影子 俺也不是老常 俺不叫常志宽 本家姓刘 俺叫刘府官 俺是在执行影子 交给俺的任务 走吧 走 兄弟 兄弟 赶快走 走吧 闭 同志们 你们现在才第一天吗 算我还了共产党 养了我这八年的小米去 你是常志宽 是我 你个狗特务 八年了 你们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太晚了 老子今天凶死你 也没有得死我 真实有 虏 儿头 还剩下 你 怎么 这 要 Compl 你 让我 去吧 上 刘哥 你听 这兄弟 兄弟这是何苦呢 这样我先跑了 我想到了 老常是国民党狗特务 我后来才想到了 老常没白吃八年八路军的笑谜 把雷区变成了屏障 要不是我这条腿 我就耽误不了事了我 我千算万算 就忽略了这一点 你的腿有伤 从这走到手掌的摇动 正常需要四分钟 你却需要五分钟 就这一分钟 在战场上是能决定彼此的胜负的 江西牺牲了 都是我的错 一分钟 要了同志的命 都是我的错 江复主员 我已经打了报告 请求组织处分我 我申请到基层 去做一名普通的保安队员 都怪我 就晚了一分钟 什么一分钟 如果我能早想到一分钟呢 你先出去吧 我想和女儿多待一会儿 我们有五年没在一起了 今天终于在一切了 我是谁 我是你爸 我孔明的孩子 我自有丧母 终年丧妻 你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五年了 我时刻把忙着和你团聚 没想到 这一团聚 竟是阴阳相隔 白发人做黑发人 如今 就是我顾乎伶丁的一个人 我在这世上 我 没为呀 我没有护住咱们的女儿 我不配当个父亲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咱们的女儿啊 你 你小敌 正要先不知道此时此刻 自己该不该哭 为谁哭 杀她的将心是同志 救她的长志宽 却是敌人 这两个人的名字 注定都将随岁月流逝 被黄沙封存 而在各自阵营的历史上 由于特殊原因 也绝不会留下 他们的任何记载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这人世间的戏剧 也许穷极一生 正要先都无法给自己 找到满意的答案 我看见 话说 凯普来特 和蒙太古 在这个城市里 是两个大家处 这两个大家处 结下了四丑 申冤家十堆 军上大处 有趣的就是 蒙太古家里 有一个男娃儿 名字叫罗明欧 那么这个开古赖天下的 也有一个女儿 叫朱丽叶 偏偏这对亲眼 在一次舞会上 他们是一见钟情 拭目相对 那真是难欢女喜 犹如甘财见烈货 这一碰 就燃起花儿开了 袁书记 萧队长 快坐 好 增加延武时候 转来了延安总部投报 何长 对 真没想到 这个鬼子溜 居然在我们的 陕阁宁边区 如入无人之境 一个铁笼子 居然能被他 咬开一个口子 真是大手笔 江欣同志牺牲了 为了保密 江欣回到解放区 都没见到父亲一眼 江万少同志看到女儿的时候 已经是省里死别 阴阳两阁了 老陆有消息了吗 我们潜入中统的内线兼兵 刚刚从成都调来山城 他证实了 是中统的田湖抓了老陆 罗汉青深受苦刑 却始终是坚真不屈 我就说过 就是谁辩解老陆远不讳 可是你们非要不信 把我弄到这个茶楼里边 一天乱糟糟的 什么事都要往这个地方弄 这什么意思嘛 人可能是不怕死 但是理论上 没有人能受得了酷刑 只要是有人被捕了 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可老陆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人都一样 当年从中昌百货商铺 转移到这儿来 也是组织上的决定啊 在这个行当里 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哪 有没有营救的办法 中统的监管很严 再加上 兼兵是出来乍到 人脉关系还没有打通 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他 自从老陆被捕以后 我就一直在想着一个人 谁 风筝 风筝 他是我们潜伏在 军统高层的一个勤务员 他直接和老陆 保持单线联系 按说 老陆被捕 风筝没有丝毫的动静 这不该吧 这不该吧 而老陆在被捕前 对风筝是百般地探护 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是坚决不能让风筝有丝毫的闪失 可老陆是联络员 联络员都被捕了 难道 这还不算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吗 如果风筝仍然是按兵不动的话 正常吗 虽说 这个风筝是苏区来的人 经过了这么多年 谁能保证他没有丝毫的改变 老陆告诉我 说风筝做事与众不同 可正因为不同 他才使得戴笠坚信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民党特务 而我想要知道的是 他到底是真是假 或 亦真亦假 你军统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民党特务 而我们 还敢相信 他仍旧是我们的布尔史维克同志吗 大六 小哥 我真担心你回不来了 好在老天有脸 阿弥陀佛呀 我也认为自己回不来了 但没想到阎王爷误认为 我是命不该绝的人 在那个门缝里 趴着瞅了我一眼 又让我打到回府了 家里怎么样了 能好吗 王仁凤马上就到了 王仁凤说了 你此次陕北执行劳苦功高 又大功于党国 上上下下 绝不能怠慢了你 阶级规格 也不能低了 不愧为代理主任秘书苏身的 办起这种事来 他真是滴水不漏啊 待老板这一迅难 军统就要改头换面了 老板在时 以江山人为主的浙江戏 以及郑建民的广东戏 唐宗的湖南戏 三组固定一天 带离一营入林 则百鸟牙银 可如今不同往日了 三进分家 湖南戏和广东戏 斗得像一对乌眼鸡 苦的是你我这些 不上不下 十三不靠的人 老板在时 你我还能顺风顺水 可现在呢 忍吧 如今人在屋檐下 能不低头吗 怎么会成这样 现在浙江戏谁说了算 毛仁凤吗 毛仁凤 虽然貌不惊人 财不压重 可是来运转吧 毛座就要成毛局了 坊间你给他那三字评语 人等狠 算是一针见血 这老小子是个杀协高手 神不知鬼不觉 就输了我们这家戏 还以同学会为名 把老板生前 培养的个气血缘 都稳抓在了自己手上 现在家里 是父辈掌权了 那可是几千人哪 陈黄仁凤的脑子 可真够用的 一招上房 就撤梯子把众人架空了 其他人走的是上层路线 他偏偏打起了基层牌 那唐纵 郑建民 就算是坐到了局长的位置 想办事 还得找他毛仁凤啊 将来军统头发交椅的位子 是非毛仁凤莫属了 你打算如何应对 齐驴看畅本 走一步说一步吧 如果他毛仁凤 真把我的人都撤了 我也就变成了 没有牙的老虎了 山河破碎 风飘续 身世浮沉 余大平 毛仁凤也不想你抢他的风头 老唐老郑 又怕你和毛仁凤联手 所以说 咱们兄弟的日子 老虎 恐怕不好过了 毛仁凤今天来 恐怕不只是为了给我结封吧 叶毛子进宅 无事不来啊 立正 毛仁凤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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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念 戴老板往日的恩德 也该顾忌一下团体精神呢 最后不得已 我自己使气 我自己要去 这才感动了年纪最轻的 沈醉接了这个人 当时我就在想 老六要在 还用得着我使气 我愧对戴老板 他的追悼会 我没能参加 我听说 弟兄们哭倒了一大片 有好几个都背过气去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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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刚回来就说这些 都说不好 我该打 你回来就好 活着回来就好 去 把车开过来 是 是 老刘 待会儿和我坐一辆车 咱们续续旧 晚上老板们还给你设接风业 走 毛仁凤将郑要先 直接带到了戴笠生前的密室 这里戒备森严 重兵把守 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不是 戴老板的密室吗 有几次 戴老板 就是在这儿对我面受天机的 希特勒就喜欢在密室里下达命 密 不透风 坐坐坐 长官们迷信 不敢住在这儿 我不怕 非但不怕 我还觉得 戴老板 殷荣犹在 也算是给我一种鞭策 影子的情报呢 其实每个人啊 对自己的生死 都有预感 戴老板临行前啊 特有交代的 不然 我也不可能知道 延安有个影子 你离开延安 形势有所缓和 影子就主动和我 恢复了电台联络 真是难为她了 天天在共党阵营里 握心肠的 天天像在走刚死 你带回的那枚机枪子弹里 就藏入共党中央逃跑的部署 我说呢 猫座不顾我 旅途劳顿 办公室不让我回 连也不让我洗衣服 也不让我换 直接把我带到了这儿 现在看来 不单是给我接风了 影城戴老板一愿 现在影子的身份 只有我知道 我呢 也不打算再让第二个人知道 想想真是好怕呀 要是戴老板 将影子身份一并带走 影子可就泥流入海 再也找不到了 那可真是 抱天天吾啊 哈 ve 有 没错吧 老六 你这回呀 展北之行 不如戴老板使命 当过身心啊 这就是戴老板生前 最后一次接到影子电报时 影子提及绝密 尚未来得及发出的电报 影子在戴笠死后 又跟毛人凤接上了关系 且事先通报了 机枪子弹里藏着的秘密 这迫使郑要先 不得不将情报 拱手交给了毛人凤 匆匆一瞥 他还是看到了纸条上的字 共党风筝潜伏于我山城军统高层 他面沉如水 内心却纷乱如麻 冒死从延安取回的情报 却是一道给自己的催命符 老六啊 看来呀 真是 一笔写不出两个证字 咱们证局啊 要把你拉回自家人了 来 六哥 多黑点啊 来 六哥 好 来 来 多黑点啊 谢谢 来 六哥 来 来 老六 这可是诸位长官为你庆功 准备的接风酒 你可要一罪放心我 这哪是我的接风宴啊 这分明就是何锦酒 这一谈起门声故交 同门情谊 这眼泪 比哈喇子流的都多 走走 恭喜你啊 走走 走开 今天老乐归我了 郑局 坐坐坐 老哥 你放心好了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 我们生生死死地交起 把新方奔落 好 谁要我郑老在 你还是这样 多谢郑局栽培 日后老六可全仰仗您了 你先好好休几天 先回几天以后 就 就 就来找我 一定要来 好的 不准不来 一定要 一定要 不来要打 打屁股 喝茶 茶 举动 喝 喝 喝茶 举 举动 来来来来 举动 我没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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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局 你也要走 我是不胜酒力 留着也是个摆设 你是刚从贡区回来 好好把身子给我弄好了 多吃点就喝点吧 肚子里要是寡淡哪 多补补油水 我六 咱俩喝一个 我没醉 毛举 坐 咱们走了 该咱们说说心灵话了 你说说 咱们军统这份家业 是怎么闯出来的 那还用说啊 是戴老板带的弟兄们 逼溜着脑袋 一刀一枪挡得出来 一刀一枪 我觉得还不够贴切 依我看啊 咱军统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是一具一具尸体堆出 把弟兄们曾经流过的鲜血 集中起来 可以把整条长江给染红了 老刘 你会有什么打算 毛泽儿想让我有什么打算 我没别的想法 弟弟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哥哥我一定会支持你 我们军统的将来 迟早是你们年轻人天下 我们老一夜 该放手啊 就不能紧攥着不放 何况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真想攥 他也攥不住啊 我一切 听蒋伟原理 他老人家怎么吩咐 我就怎么打算 很好啊 要说真正关心你的 还真是将为人成 就在前几天 老童子还说 说自带老板走后 咱这军徒啊 就胜扯皮的 没几个干事似的 也就你老六 能把党国大业放在首位 简直是凤毛麟角了 像你这样的人才 要多加爱护 多多提袍 当时我就在这里 我可是亲耳聆听了这一席肺腹之言 他老人家 可说出了我们浙江同仁的心声啊 蒋伟原长 戴老板 都是浙江人 毛座 你也是浙江人 该如何站队 如何放权 你已经告诉我了 多谢毛座 吃点迷津 老刘 老刘啊 老刘啊 我告诉你什么了 我呀 看你是从贡区安然无恙地回来 没少胳膊 少腿 也没瘦 我真的是高兴 所以呢 今天就贪杯了 这罪话不算话啊 唐总人很失去 知道什么时候该唱什么戏 拿捏得体 游刃有益 军统三分天下 湖南帮外强终端 目前是最不得适的一方 他引而不发 明哲保身 未必不是在躲在地难 意图东山灾起 脑头子 要军统调整裁病 裁谁的 病什么 看来只有他跟老天爷知道了 道理上说 以你我的级别 出门即便不是前呼后拥 至少也该有个弟兄暗中保护一下 可现在你也看见了 你我只落得孤影行随 独来独往的份上 切好 清静 是太清静了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被调到 赵自动看出所了 四哥 他们这是要泄磨杀驴呀 我挺执作 能有个地方住 总比保持街头要强 没想到短短的一个月 居然时过尽迁 我虽说级别不便 可如今位为言轻 一朝君子一朝臣 代老板这一死 你我这些追随他大天下的兄弟 如果再不挪窝 那可真就成了人家的 眼中惊肉中侧吧 走了也好 免得以后 这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 那以前跟随过你的那些弟兄呢 弟兄跟你一样 在家伍节股政治学生 喜欢的家伙都保不住 这中性和亲都保不住 天 CA 你不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